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Dr.T aka 尼老師今天其實超級超級興奮的 因為自己身邊的一位好朋友 開了一間非常酷的概念店 那這間店基本上除了可以喝東西以外 還可以車聚 更狠的是他這間店 其實會在不同的時刻 擺著一些當地非常非常厲害的玩具 那今天最扯的是 他竟然放一台方程式的車子 在他的店裡面 我們現在就來瞧一下 我們這位身邊的友人 這間店到底多麼多麼的酷 讓我們再次歡迎自己的好朋友Anton What's up Sifu 你真的是常常錄我的這個鏡頭 我的頻道對不對 你到底花多少錢去請我Promote 這個不好說 不要說 恭喜你 今天是為了你的這個新店 來為你熱鬧一下對不對 來我們介紹一下你的新店 這間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Whatever是不是 Whatever T-Zone 講到T-Zone應該是做茶的啦 但是聽說你這間店有一些非常厲害的概念 非常厲害的巧思 是不是可以透過你今天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可以 走走走我們先來進來看一下 走走走 哇靠Anton 你走進來你這間店就直接看到一台方程式的賽車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這一個東西呢就是基雅圖的大學 他們的一隊人 他們呢有一個做方程式的一個團體 是來自我們的U-Dub嗎 華盛頓大學了解 OK 所以這台車是真的還是可以運作的嗎 本來是可以運作的 但是現在因為我的店的大小的位置 所以我就沒有沒有整台車了解了解 所以其實它的引擎 它的那個Motor沒有在裡面是不是 沒有在裡面 好那我們可以收攤了 拜拜 我本來想說今天因為這台車子要來試開對不對 結果竟然裡面也沒有任何的Motor 那我們就不用講了不用玩了 拜拜 好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不過講到他們這個團隊背景還蠻厲害的對不對 他們到底多厲害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看這個獎盃 我們這個獎盃 是不是也可以今天讓我拿一下裝逼一下 可以啊 哇這獎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這個活動呢 其實他們呢每一年都需要做一台全新的方程式 去比賽 哦 這是全國性的 所以跟所有的大學 只要在美國有這個項目的 都跟他們比的 這個呢就是他們在2019年 拿到全國第二的 而且呢我現在這樣子看 其實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贊助商 都是我們厲害的企業對不對 沒錯 比如說我們的星巴克 還有我們這個全西亞谷 最有名的一間包膜店 也就是我們的EMREPS 嗯哼 還有全球都開的Tesla 沒錯還有連Tesla都有贊助他們 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呢 這一個團隊到底多厲害 好那Anton 既然呢在你的店裡會擺一台車子 一定有相關的主題對不對 沒錯 比如說你現在背後的這一面牆 我現在就看到非常多不一樣的這種車子的設計 非常非常的酷炫欸 欸我好像沒有看到我的車子 你的車子我們會懷疑 你最好給我快點換了 要不然我這一點點都不來 哈哈哈 你以為我們的重點在外面嗎 蛤要不然在哪裡 這還有比這個更精彩的是不是 對 精彩永遠在廁所 我的天啊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怎麼樣 剛剛呢 哇塞 好酷喔 天啊 就是彩色版就在這裡 我覺得這根本就可以拿來打卡啊 是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地方基本上 只要一打卡 人家就知道 有來過的就知道 這根本就是在whatever 所以呢你拍照是怎樣 就是這樣 哈哈哈 直接很像在上廁所 然後順便拍照一下 對 欸這概念真的很酷欸 再次強調一次 我的車子在哪裡 蛤 我的車子在哪裡 還在畫 還在畫 你快點給我 我到時候直接拿我自己的車子 就直接貼在上面 其實我有一個那個車子的設計 跟這個的那個比例是差不多 不爽直接把它貼在上面對不對 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先講一下 為什麼你這間店叫做Wet At Va 對 因為啦 那當然是剛開始的時候 太難想名字了 所以就隨便啦 就隨便 沒錯 所以就 就叫做隨便啦 就叫做隨便啦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嘛 對不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會在一些 很不同的狀態下 然後就是卡在那個陰溝裡面 但是呢 如果說你不要想的這麼多 得知心不要想那麼重的話 Whatever 其實也是蠻快樂的一件事情 你看我們現在這邊的座椅 全部都是呢包上 我們這一種各式各樣改裝車的 這種圖案 那我覺得這整個這樣子的擺設呢 其實感覺真的很棒對不對 那我們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間店是在我們西雅圖 哪個位置 就在Kirkland Kirkland 就是以東的一個城市對不對 而且外面 你們帶我們觀眾出來外面看一下 其實呢外面呢 就有非常大的這種停車場 所以等於說呢 你晚上的時候如果啊 想要車聚啊 想要就是來這邊跟朋友打屁聊天 對不對 也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還有我們有地下停車庫 還有地下停車庫 大概30到40個位置 所以呢冬天啊或許下雨天的時候 還可以有一個有蓋的停車場 哦 好酷哦 不一定要下這雨 淋這雨 濕濕的 那這樣還蠻貼心的 那其實這個地方呢 要來這邊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譬如說西雅圖的這些朋友們 從我們西雅圖來走個520對不對 再接個405還是在哪裡就直接到 405 馬上出來一分鐘就到了 不只可以開車來這邊車聚以外 也可以來這邊打屁喝個茶 對不對 抽枝煙 躲一下那個老婆或老公都可以啦 對不對 我們現在進來呢 聊一下就是說 你這一間店啊 到底有類似什麼樣子的飲料 然後呢有什麼樣子的點心 可以提供給我們的觀眾來這邊使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來來來 我們現在講到飲料的種類對不對 你到底有什麼樣子種類的飲料 我主要有四種啊 那第一種就是水果茶 然後第二種就是最普遍的奶茶 茶這樣子 是是是 然後還有打的飲料啦 就是那些什麼smoothie啊 所有的那些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的specialties 是是是 specialties包括什麼 有酒精的嗎 沒有 我也希望 你也希望是不是 好啦看一下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其實杯子上面呢 都有打著我們的whatever的這一種 非常非常的酷 那我們現在前面擺的這幾杯飲料 有什麼樣子的飲料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一些呢 很少人應該用黑色杯的嘛 對啊 奶茶通常都是用透明杯的 是是是 但是我說是要黑色杯 就是看不到的 OK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其實奶茶也沒有什麼好看 對不對 這一杯呢 就是我們的passion fruit 還有它的pineapple jelly OK passion fruit我們中文就叫做 百香果 對 對 還有就是我們的鳳梨 然後呢 這個就是水蜜桃的水果茶 欸 看起來這樣很好喝欸 對啊 然後這個呢 就是有一種茶葉 綠茶的叫茅間 茉莉茶的一種 是是是 對 然後它加了鮮奶 是鮮奶磨件 OK 我們現在呢 直接坐下來 然後我呢 要親身的來嘗試一下 我們Anton 他們這一間whatever 這邊的飲料還有就是小甜點 那再次強調一次 我對吃的非常的講究也非常的嚴厲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真的不好吃的話 尊重再見 好自為之喔 好 開玩笑 不過呢 再次呢 恭喜一下我們的Anton 這一次呢 開了這一間店 因為說真的 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那很多的這一種有沒有 不管是美術上面 還有就是創意上面的一些想法 都非常的雷同 甚至就是說 我們以前兒時的一些回憶 也非常的雷同 他收集了一些玩具 我自己也有在收藏 所以呢 我們呢 真的是有非常多雷同的地方 好不好 好啦 不過原則上呢 我們先從果類的這個飲料來嘗試一下 好不好 所以現在看到這種透明杯裝的 全部都是這種果類的飲料 沒錯 好我們先從這個好不好 這個是Passion Fruit是不是 Passion Fruit Pineapple Passion Fruit Pineapple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百香鳳梨茶 對 我們現在來喝一下 而且現在呢 剛好我們西亞圖 非常的炎熱 對不對 喝這種東西呢 特別的消暑 哇 這些蛋糕也太漂亮了吧 是啊 他們所有的都是千層蛋糕 我們這樣子給觀眾看一下好不好 千層蛋糕 好啦 那我現在直接來嘗試一下 我們的Whatever 的這一個百香鳳梨茶 你準備好了沒 我準備啦 你想怎樣我不緊張 鐵門等下拉下來 我不緊張 那我幫他走我喝看看 好嗎 好喝 我沒有在騙人的 同學我現在不是因為Anton是我自己的好朋友 我是真的喜歡這個味道 是啊 我喜歡 我剛剛其實是抱著一個半信半疑的樣子 想要照我的一個改善 我想說他超會改車的對不對 但是做飲料或許不是他的強項 結果還蠻好喝的 好好喝喔 而且很清爽 而且我相信這個我家的小孩子一定會喜歡喝 小朋友拿去喝 我今天來帶全家來嘗試一下看這個到底好不好喝 超好喝 同學們你們如果來到Whatever 我會推薦你們點 剛剛我喝的那一個百香鳳梨茶 It's really good bro Yeah 而且甜度剛剛好 那另外一杯我看到這裡有點粉紅色 這是什麼東西 水蜜桃水果茶 水蜜桃水果茶 這些名字你都已經想好了嗎 還是 是他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只可以找到水蜜桃水果茶 我們現在就來喝一下 我們Anton他們這一間店的水蜜桃水果茶 他還有果肉的 真的有耶 是啊 其實這個我覺得也蠻好喝的 但是如果要比的話 我比較喜歡剛剛那個百香鳳梨 這個味道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重 對對我才要說他其實蠻清淡 對 但是也非常的清涼 非常的舒服 我相信其實這個應該我老婆會很喜歡 小朋友拿去給媽媽喝看看 這個我覺得我們家的師母就會喜歡喝這個 我再喝一口好了 說不好喝還嗎 其實還蠻好喝 我覺得這個它是一個回甘的感覺 它會就是讓你一直想要再喝的感覺 雖然第一口沒有像剛剛百香鳳梨這麼的搶眼 但是它是會讓你一直想要喝的那種感覺 不錯耶 哇 不是會包膜改車 連做飲料也蠻厲害的 那這一杯是什麼 毛肩鮮奶茶 毛肩鮮奶茶 這個聽起來 所以它這個是放牛奶的是不是 放牛奶 放牛奶的 你可以喝牛奶嗎 我好像不行喝牛奶 小朋友 小朋友 然後給媽媽喝看看 等一下叫媽媽 等一下叫媽媽 就是去評分一下好不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般的Boba Tea 一般的珍珠奶茶 好啦 珍珠奶茶 我自己個人真的很喜歡珍珠奶茶 所以我還是喝一下 好喝 好喝 不是很甜 其實蠻甜的 哇 你這個甜嗎 我覺得珍珠奶茶一定要甜才好喝 是喔 因為你都已經要喝珍珠奶茶 這種東西就是一定要甜 因為它本來的珍珠也是有糖的嘛 當然當然 我覺得它的甜度是剛好 但是就是不會甜到讓你 像美國那種甜 會甜到很像發抖那種 對 甜到喉嚨就是有一種 對 不舒服 那種感覺 所以你喜歡這個 我喜歡 好 小朋友 拿去喝看看 小朋友如果也覺得好喝 就真的是過關 還再加上我們今天這些所有的Patre 我們也來吃看看好不好 你說這是當地做的是不是 哇靠這切下去超柔軟的 對啊 我們等一下再特寫一下 不過 喔 好吃嗎 It's so good 對啊 就是你真的吃到那場蛙 這種食物 這種口感 跟它的臉完全搭不起來 Sorry 非常的綿密 它看起來就是粗糙的樣子 好吃耶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拿鐵 葉子拿鐵 哇 這個下次我來一定會點這個 這個以後變成Duck 你確定你還沒有吃這兩個 好好我現在也吃 這是抹茶是不是 抹茶 好 好我們現在來吃一下抹茶這些口味怎麼樣 我覺得我嘴巴戀愛了 是嗎 唉唷 有點想哭的感覺 不要哭 如果真的今天它的東西不好吃 我會明講 但是目前為止 我沒有違背自己的良心 就像剛剛那飲料 我直接給你排前三名 對不對 我就是可以跟你說 What's my preference 但是就是說 個人的口味不一樣 Maybe 你今天來的時候 你想要 你覺得 可能那個水蜜桃的味道好喝 That's your personal preference 但目前為止 我覺得都很好吃 而且再強調是 其實我們Antoine 剛剛稍早有跟我提醒過 他其實早期以前 做車模之前 是在做糕點對不對 對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巧克力 巧克力的 對 OK Out of all of them 我會先選 這一個 Tina 這個是什麼 拿鐵的口味 我很喜歡拿鐵的 Coconut Coconut 椰子 然後巧克力跟抹茶 我會覺得他們是在一樣 同等的 同等的 但是都好吃 而且它的那個口感非常綿密 還不錯吃 欸好耶 不錯耶 所以很優秀耶 我們Antoine 這次恭喜我們的Antoine 然後也希望他們的新店 可以越做越旺 或許未來呢 也可以擴張 你的這個飲料店的版圖 也可以在更多地方 看到你自己的飲料店 好不好 好啦 最後有什麼要跟我們的觀眾說的嗎 你們快點來試一下 我們所有的東西 還有呢 我們有特許什麼的話 最重要是跟蹤我們 OK 然後你們就可以來這裡 認識更多的車朋友 然後還有可能 他本人也在唷 Yeah 我一定會常來這邊啦 好不好 只要天氣好 我一定會常來這邊 好不好 我們再來這邊打屁 喝茶聊天 那我覺得他剛剛講也很棒 因為呢 只要是玩車子的朋友 來這邊 也認識更多玩車的朋友 其實可以分享 非常多的資訊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我們玩車人的 很享受的地方 好不好 那最後我還是要跟你講一句啦 我的車快點幫我用 好不好 好 車子如果還沒用好 好 我直接來這間店 百吃百喝 辣在這裡 我跟你說 好 好啦 這次恭喜我們的Antar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